时隔两天半 咱们的主教练沙师傅 终于亲自上场打猛男杯了 但沙师傅这是在干嘛呢 哦原来是在赛前热身啊 此时沙师傅跳得正嗨 怕点忘了比赛开始了 还好小飞机及时提醒 加油 加油加油 世界冠军加油 吓死我了 别吓人啊 赛前热身完毕 沙鱼终于可以认真打比赛了 刚刚谁在提叫啊 他肯定是 他肯定是鸡啊 废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进入对局 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字就进不了圈一样还是没用 此时只剩最后一个最强雇佣兵直男 奈何这个自己位置实在是太差 即使实力再强也难以力挽狂澜 虽然上一把没能吃鸡 但起码表现也不算太差 但接下来这把表现就有点差劲了 甚至让咱们的世界冠军亲自让自己出列 这把动物园车队依旧跳点S城 但跟上马一样再次和N队车队撞了 没一会小怪兽率先击倒一人 但此时自己装备不加 扎鱼只能到隔壁楼里捡过来 可此时两个队友双双倒地 扎鱼赶紧下去支援队友防止被捕 本来还是有优势的 但鲨鱼一个走位失误被秒 很快两个队友以及自己就被捕 而A妹刚好没子弹 我没子弹了 我没子弹了 没子弹了吗 此时A妹只剩最后五发子弹 剩下一把喷子 我一刻也没子弹了去 哎妈的我的我的 人头补了跳了要 他妈着急上楼了 A妹只能先换好喷子子弹 把人头补了 紧接着回到楼梯口卡对面 对面居然还想着 好直接被一喷灭队 此时鲨鱼对自己刚刚的操作非常自责 平时都是让小飞机出裂 而现在他却主动军训自己 哇 罪人鲨鱼 出裂 说是出裂 其实是去客厅偷吃了 反省了两分半就回来了 算了我也不要太自责吧 因为事已发生 好家伙果然均训起小飞机来和自己不一样 由于队伍只剩A妹一人 他只能学杀师傅来出生捣狗分 狗了半天 终于狗到决赛圈 可却不小心狗在了满边队附近 不过还好 已经进前五 哎呀 我四个了 前面其实不算啥 这个神似鲨鱼的男人 才是最搞笑的 这个位置 还在继续用前列线进行走位 前列线 这平时肯定没少偷学杀师傅的鬼趴技术 这属实把所有人乐坏了 但待会还有更冷 没有用的 很熟悉很熟悉 完了跳了应该听到了能听到了 没了没了没了 不要来扛毒 十个指头 这小子学到精神了 哦我知道了 哎呀我刚才连打在捕 这个反应很快 哎卧槽 结果哥卧槽 白虎 牛逼啊 这绝对是昨天比赛最搞笑名场面了 这小伙子手速够快 他这个跳舞按得很快啊 很快啊 哎呦 说到跳舞鲨鱼终于意识到 自己为啥状态不佳了 看来还是赛前热身不够 妈的个巴子 我知道什么问题了 因为我刚刚新秀 看的时间不够知道吧 压力还没有释放 说着说着 鲨鱼又打开了新秀 看美女跳舞 别怪刁哥不给你们看哈 实在是少儿不宜不适宜展示 你们觉得 鲨鱼昨天比赛表现怎么样呢 满分十分 你给主教练杀师傅打几分呢